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介绍一款清甜有益的汤水给大家 就是鱼翅瓜杂菜汤 这个鱼翅瓜汤所需要的材料我已经预备好了 包括有鱼翅瓜 我已经蒸起了 然后起了肉 拆开它一丝丝 接下来是有洋葱 红萝卜 西瓜翠和大蒜 我已经切了丝 还有少许的生姜 开始做这个鱼翅瓜汤了 我在锅里加了少许的油 然后加了姜片 先爆一下姜 然后我就加上洋葱 爆爆它 然后加红萝卜 加入西瓜翠 加入大蒜 我们就将这些食材 炒均匀炒香 我们不用用那么大火的 慢火就可以了 我们看到蔬菜都开始软了 闻到香味了 很清新的蔬菜的香味 我们现在可以加些调味 我们下少许的姜 除你个人的口味 下多少少许的盐 下少许的胡椒粉 加少许的糖 然后我们再炒一下 加了调味料之后 我们就炒均匀 我们用慢火就可以了 不用大火 你看看不同的颜色 很漂亮 我们将鱼翅瓜 落在最后 为什么呢 因为鱼翅瓜本身 我已经蒸熟了 根本上就不需要 怎样炒 我们将鱼翅瓜 加下去 鱼翅瓜 鱼翅瓜 其实它已经是一丝丝了 其实拆得很容易的 你看看 鱼翅瓜 我们拆匀 我们炒均匀 所有蔬菜 你看看它都软身 香味都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加水 如果喜欢吃素的朋友 你就可以加清水就可以了 好了 我呢就加入滚水 不要加冬水 加了水 我们又再 拌一拌 拌匀 如果喜欢吃肉的朋友 你就可以自己煮一些上汤 可以用煮鸡汤或肉汤 改为加上汤 就视乎你的口味 我觉得 只是加清水 煮素菜汤 鱼翅瓜素菜汤 也是很好吃的 因为我们用的蔬菜 其实都很甜味的 你看 红萝卜 西瓜脆 洋葱 鱼翅瓜 或者大蒜 这些都是很香的 味道的蔬菜 还有这个 鱼翅瓜汤 总共有五种颜色 我们说 如果你每餐 吃到五种颜色的蔬菜 是很健康的 所以我今天特别向你推介 这个鱼翅瓜汤 就好了 其实我们大概加了水 再这样煮 大概三四分钟都可以 基本上 我们下的是滚水 同时那些蔬菜 已经是几乎炒熟了 这个鱼翅瓜汤 已经完成了 我们可以关火了 我们现在试试将它放在碗里 就好了 我们看到也很漂亮 这个鱼翅瓜杂菜汤 制作起来都是很简单的 而且又经济 又有益 而且口感也不错 大家不妨试试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ccurred Myers hyper�를 supervision